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希望在20多年的专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去跟各位再分享 我今天会分享很多很多 像包含那个理财 还有包含学习英文 我觉得一定要去 例如说背单字 背单字都可以用玩游戏的方式来去背 还有一些很棒的像VoiceTube 看影片学英文 请你们现在要去看的是这个 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来去装一下 麻烦第一件事情 当我们学 对你们已经有了几张透明背景的影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教你如何去做海报 做海报我想很棒的一个APP 那就是Canva 所以点选Play商店 不过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是需要注册的 这是需要注册的 你不注册你根本就没办法把做好的成品抓回来 还有你就会看到一些浮水印 但是可以不要付钱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请在这个搜寻应用程式这边点一下 然后麻烦请输入C-A-N-V-A C-A-N-V-A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搜寻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Canva安装 好请点安装 当然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已经装了 它这边就是开启而不是安装 其实你去我一直没有教各位如果你今天你要去做海报 你就应该要输入的一个查询关键字是海报 然后接下来它可能就会由上到下 排出跟海报相关的APP 有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要去看的是 有多少折的评论 有几颗星下载的次数 这都是我们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下载APP的关键指标 觉得来说你看哦 有五千万人次下载 所以你觉得值不值得我们来下载学习 值得嘛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已经有去下载了 所以代表说这个使用还蛮多的 你去看那个LINE啊 脸书啊 也是很多很多人下载 可能有上亿都有可能 不对 LINE没有那么多人使用 但是我知道脸书一定有 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 仔细看一下 这个APP的图示 它就是一个C 它就是Canva 然后点选这个 你看哦 Photoshop它也有 它也出手机版了 所以做海报未必一定都要利用 Photoshop桌机版来制作 也可以用手机版来制作 点选开启 那你点选开启的时候 像我习惯用的是我的脸书来去注册 所以我就点选我的脸书来进行注册 各位知道要做海报吗 或者是简单一点的卡片 卡片知道哦 刚午节不是快到了吗 除了吃粽子可不可以送别人一张卡片 对不对 可能不会送卡片 但是教师节 圣诞节 对不对 可以了解哦 送卡片 卡片也可以啊 卡片 然后做简报 做影片 做海报 你看这边有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看看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做个logo 做个邀请 就是卡片 做个名片 做个照片拼图 做个标签 做个存单 做个卡片 我们先做一张卡片好了 好不好 做完卡片 我们再去做个海报 因为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时间够 我们再多做几个 好 首先我们做卡片 那既然要做卡片 那干脆我们就直接点卡片 所以请点一下这个卡片 那他就说 既然我要做卡片 那我要做什么卡片呢 做一张嘉捷贺卡 你随便挑这么多种 你也可以做一张送给你的国小老师 我相信他会很感动的 当然当然是做完之后 送给他一个电子的卡片 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人 很少人可以再去买一张卡片 那请问你要怎么记 你的国小老师你也不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请善用脸书 你只要贴在脸书上面 说我希望这卡片 谁谁谁可以看到 可以了解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卡片 对不对 那挑一个喜欢的卡片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挑这样子的一个卡片 请你们注意哦 请挑免费的哦 免费有看到吗 Free或者是免费 在右下角请你不要点那个要付钱的 例如说我就挑这一张 接下来他这边是不是有编辑 所以呢我可以直接点这个编辑 你可不可以编辑 例如说thank you把它改成中文 当然可以 英文字改成中文字 这绝对没问题 请点它 那我们就直接去快速点两下 把这里面字改成中文 好了做完之后呢 改完字了嘛 改完字之后呢 随便一个地方点一下 接下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继续修改 例如说谢谢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陈老师 不要刚好姓林就好了 那怎么稍微调整一下呢 我想应该都没有很大问题 就是你点一下这个文字 然后接下来左右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 改好文字之后 那左上角 左上角我也修改一下 下面入款 当然就是要写自己的名字了 然后再继续修改成中文字幕 我現在做好這一張嘛 我是不是會想說 把它做一個存檔 請問你們卡片做好了嗎 請問完成了嗎 大概完成了嘛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卡片 然後接下來呢 它沒有發貨 它當然也可以發貨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要發布也是要發布到 例如說你的LINE或者是臉書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先想辦法去做儲存 這件事有看到 在右上角 請點它 然後它說 要允許KEMA存取中置中的相片媒體和檔案嗎 允許 就另存為影像 或另存為什麼 或以透明背景儲存 或者是 有看到那個Facebook 然後有 有什麼IG 有LINE 有看到嗎 可以喔 如果說你找得到他是誰 你知道他是誰 那你就直接寄給他 我相信 他應該會蠻感動的 那我現在呢 假設我先存到我的一個相簿裡 所以 另存為影像 然後接下來他在這個地方又跳出一個 他希望說你分享出去 分享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有很多種分享 例如說你可以記性或者是可以透過LINE 好 我們就這樣取消了 然後暫時還不要提供絕佳設計的評分 好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我剛剛做好的作品在相簿裡 圖籍 有沒有看到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就有一張照片 這樣可以了解嗎 現在我們感謝的方式 像這個也算是一種感謝的方式 所以 我是不是能夠 有所期待 在教師節的時候 能夠收到你寄給我的一張電子卡片呢 好了 繼續 我們要來繼續觀看一下 說了可以做卡片 好了 我們現在繼續回到我們的TEMBA 來談第二個主題 好不好 就多做幾次範圍 我想你們就應該還蠻會做了 你心中該感激的人 還有端午節 端午節的通知什麼 都可以用卡片來去做 好 我現在呢 我當然要再重新打開我的TEMBA 因為我的圖片已經被保存下來了 所以我要前往首頁 暫時 稍後再說 對 我也應該把我的那個 架好的網站呢 就請你們推廣給你們的朋友 最好是推廣給父母親 因為我裡面也有做一些像手機教學 我就覺得蠻適合父母親 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們現在繼續來觀看囉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喔 這是我的作品 我們現在到了設計裡面 看到了一個我的作品 那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個加 反正 當我們今天我要新增加作品的時候 我當然就可以點選這個加 然後接下來呢 他在這個地方 有看到嗎 他就把剛剛那種類型 例如說我是要去做IG貼文 還是IG現實動態 那就會變拍影片囉 還有 WhatsApp的現實動態 臉書的封面 Twitter貼文 部落格的圖像 部落格橫幅廣告 請找海報 好我找到了 在蠻後面的 我要跟各位分享喔 你不要覺得說 哇這些很麻煩 一點都不麻煩 因為它有各式各樣的模板 等著你接下來來做選擇 可以了解 我們剛剛做卡片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利用了一個模板 邀請卡的模板 好了 我們現在就點選我要製作海報 所以 點這個加 然後接下來輕鬆點任何一處 可以開始編輯 好 所以請點它 然後 他就說 是不是要允許 Canva拍攝相片 就是 或者是錄製影片 看你要不要把攝影機的功能 也提供給它 好 例如說允許 那當然我們可能就是把一個影像把它放進去 例如說 我們來去點一張自己的透明的圖片 好了 選好一張自己的透明圖片 對不起 選這一張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選好這個圖片之後 還可以再去做一些調整 假設我們不調了 接下來我們除了可能會去放圖片 我們還有可能會去加 加文字 加什麼 下面 下面這邊 右下角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加 好了 請點這個加 加這裡 加這裡 是不是有文字 影像 影片 貼圖 我們先去加一點貼圖好了 有看到 這裡面有很多的貼圖 我們就可以加進去 假設我們現在 我們加個什麼 這個貼圖 接下來 例如說 我現在 我想要再去加個文字 文字 所以我就直接去輸入 什麼類型的文字 好了 假設我今天我就放這樣子很簡單的文字 然後 把它放在適當的位置 適當的大小 然後 接下來呢 我這個文字 當然要換成適合的主題 適合的主題 例如說 假設我現在說 手機真好玩 手機真好玩 然後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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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些簡單的 基本的文字 放在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說 其實還可以再放一點其他的圖片 還可以放 因為它這上面 它放了非常非常多的圖片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再去把它放上去 你都可以再去把它放上去 所以你就可以點選加 這個就可以回覆了 那你要記住 假如說今天 今天 例如說 我就直接點這張圖 圖像裡面這張圖 點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 整個背景就換掉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是可能要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可能大致上只能先完成到這裡 因為這是我自己去創造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用模板來創造 就可以有更多的變化了 因為它這裡面 它就只能讓我選擇 我要放哪一張圖片 或者是既有的影像來去取代 當作我的背景 還有就是顏色以及濾鏡 所以假設我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好 那 作品都已經做完之後呢 你假如說剛剛你在點選加 想要去做編輯的狀態 右上角可能不會有這個儲存檔案 好 記得 就是 離開剛剛的編輯 然後 你看像現在是不是就沒有了 現在是不是就沒有 右上角就沒有儲存 所以記得再點一下它 然後 點這個裡面任何一個位置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檔案 儲存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當然我們可以透過這邊這叫分享 看你要不要分享出去 好 例如說我分享一樣分享到那個 上課示範 這個我剛剛應該已經儲存了 應該已經儲存了 然後這邊它是說分享檔案 可是我剛剛點LINE 可是我剛剛點LINE啊 然後 點 這個好了 然後分享 這樣就分享出去了 這樣可以了解 那當然我剛剛也儲存了 那當然我剛剛也儲存了 然後我去看我的相簿 然後我去看我的相簿 相簿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圖籍裡面 是不是就有這一個 剛剛放上去的 剛剛製作好的一個圖片 好 那我們再來去做一個作品 我們是要用它的範本來去製作 這樣就會變比較單純 好了 那我們就先離開這個部分 剛剛直接點這個加是去增加一個作品 沒錯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從無 設計到有 可能會限制 就是可能會我們剛開始的時候這樣學 可能還不是非常的適合 我們先用範本來去做練習 所以請點選範本 然後請去挑海報 所以在上面 麻煩請先找到海報 請點一下海報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有非常多種海報 例如說 例子海報 音樂海報 氣候變遷海報 生日海報 聽圖海報 趣味海報 畢業海報 好 那因為我應該是屬於那個 教學相關的海報 所以我就直接先去 而且我會希望是把它做成像 廣告性質的海報 我去先挑這個廣告海報好了 然後在廣告海報裡面 你還是要注意 還是要注意什麼 右下角那個免費 請用範本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右下角 它有免費 你再去選 像例如說第一個 它就是免費的 還有這個 Summer sale 好 夏日 注銷 的這個飯粉 它就是免費 可以嗎 好 例如說挑一個我們喜歡的 挑一個我們喜歡的 好 例如說在這邊 我就選這個主題 你自己挑一個哦 因為它把背景 底色這些都幫你設好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現在就要編輯它 所以點選編輯 點了編輯之後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是可以修改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想要去修改它 好 那我們現在先加一個自己的圖案 好了 自己的圖案 例如說 把這個影像 把我的影像加進來 我的影像 例如說這一張 這一張不行 怎麼把它給刪掉 好 我是用還原的方式 就把它拿掉了 好 點選 加 影像 加這一張 這是透明 然後接下來 那這個 這個可不可以把它給刪掉 刪不掉 我就把它翻到下面去 這樣就看不到它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我把人 放在適當位置 反正就是 我就不要原本它那張圖像 好 再接下來呢 我就把這個改成 譬如說 課程的名稱 色華主題之後呢 當然你要把說 是由誰來去交獎的 好 好 再 揚 這樣 昨天晚上我們還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 像安卓 我iPhone真好玩 就是手機真好玩 就是手機真好玩嘛 然後呢 下面再加一個聳動的標題 現在的影片幾乎都用自動方式 例如說 你一生中必須學會的知識 類似像 這還不夠聳動 好 不學不可 一學就上癮 這樣可以了解嗎 就加一些 好像 好像 我不曉得啦 我這種感覺 我真的好像慢慢的要被 被迫 要加這些slogan進去 在那個課程裡面吸引更多的人來學習 那當然這 不曉得是好還是不好 那接下來 假設 假設 我這個海報我做完了 那像這些字啊 然後刪掉好了 我看乾脆就放那個 範例講義的那個網址 還有 等一下我們來去製作QR Code好了 對 用手機也可以製作QR Code 值得我們來學 然後 練習法 那個網址打上去 我們先把它儲存起來 好吧 先把這個檔案儲存起來 好吧 我就先放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呢 我做完了 做完了 當然就是把它給 儲存起來 然後 另存為 影像 然後順便 發布出去 群組裡面 我的家人 好 我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好 這樣的一個海報 可是 海報上面喔 通常是不是應該要放一個 QR Code 所以我們現在喔 你可不可以等一下 用你自己的 用你們單位的網址 好不好 QR Code 一定要綁一個網址 可以嗎 你們應該知道你們的網址 如果不知道 我們就用台北市政府 好不好 台北市政府的網址 是這個 台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它就是 HTTPS 冒號斜線斜線 www.gov.typepe 可以嗎 等一下就麻煩你們打這個網址 反正 你就必須要在你的海報上面加一個 QR Code 好 那我們現在就動手來去做這件事 好 那首先 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 網址 各位已經有網址了 把網址變成QR Code 所以呢 直接我們先離開這個地方 請離開Canva 然後 接下來 我們 是不是 可以到 瀏覽器 麻煩點選這個 瀏覽器 麻煩請輸入 短網址 短 長短的短 對不起 或者是 對 我們就輸入短網址好了 然後 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什麼 短網址產生器 或者是來PPT短網址手機版 是嗎 有看到喔 好了 例如說我們就用第一個好了 短網址產生器 對不起 我們換一個題目好了 這個是短網址 就是假設你的網址很長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縮短 像類似剛剛我做的那個短網址 可是 我們現在應該要做的不是短網址 應該是叫做QR Code 所以麻煩請輸入QR Code產生器 QR Code產生器 因為我們重點是要那個QR Code產生器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不喜歡廣告 所以請不要點這個廣告 這個 免費QR Code產生器 請點它 那就麻煩請各位 請各位 你看一下喔 這個網址的地方請自行輸入 網址 那我的網址 是 GOO.EL 斜線YPZ 大寫的R 小寫的X 大寫的T 然後輸入完畢 稍微仔細檢查一下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就直接送出了 然後點這個產生 有看到嗎 當我點了這個產生 然後它這邊 它就產生了QR Code 我現在重點是要這個QR Code 然後請把它下載 這邊是不是有下載 下載成TNG 當你下載下來之後 它就放到你的相簿裡了 可是各位應該知道 iPhone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下載 那就麻煩你們抓圖 抓圖會 就是 請你按住 Home鍵加電源鍵 因為等一下我們再到Canva裡面去選 選好之後記得要編輯它 你看一下我的相簿裡面 一定已經有了一個QR Code 而且是很漂亮的 它就只會把剛剛那張QR Code整個抓下來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回到剛剛的Canva 剛剛我的Canva假設我已經離開 假設我已經離開了 你有沒有可能日後再叫出來繼續修改 有 舉例來說 我現在就要針對我的設計 然後點它 然後接下來又可以叫出來去做修改 例如說我就可以點這個內容 接下來右邊呢 右邊我就去放剛剛的QR Code 所以點一下它 喔對不起 應該是要點這個加 我要加什麼 加影像 然後選這個QR Code 記得把它稍微縮小 放到這個旁邊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了 所以請點這個儲存 另存為印象 看你要不要去分享出去給別人 請問一下剛剛下載下來的 這個QR Code 可不可以去備 當然可以去備 你可以把白色拿掉 那就不是到remove.bg囉 那就真的要去下載一個叫做 那個remove background的一個app Canva也可以做做那個 剛剛說有卡片 也可以做貼圖 可是我覺得比較實用的 應該是可以把它做成像那個海報的東西 然後你記住喔 因為其實雖然我們做的是海報 但是我們的目的還是要去做宣傳 請問一下喔 剩下就你們自己回去玩可以嗎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Canva這裡面 你看一下範本 它有各式各樣的 例如說好了 你覺得我們要不要設計一個台北市政府的標誌 就是那個Logo 對不對 好 台北市政府那個Logo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你應該為你的單位也來設計一下 就是 一定要有那個台北市政府 然後接下來你可能是這個局處是 你要稍微修改一下 例如說上面加個文字 好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自己去做 做一張什麼 明片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自己來去 耗用剛剛我家的方式 在範本裡面選好明片 然後再選那個明片的一個樣式 我相信喔 你只要 只要 用一個觀念來去做 什麼觀念呢 假設 假設我今天我已經做好了 然後請你再去思考一下 我要不要再加個什麼簡單的元素進去 就提供給你們參考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加 還有 還有 一個小技巧 就是 要不要調整位置 反正無非就是大小 位置 或者是 增加元素 我相信 你的這樣作品會越做越好 好了 那我想 我們的Canva 暫時就交到這邊